好一开始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今天早上听到我们赵少康赵大哥的一个节目 知道他刚刚从这个黄刀镇去看极光回来了 那他回来上班的时候也跟大家来分享了 那么他这一次去看极光的时候 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竟然连续三天都看到极光了 事实上看极光我觉得真的是人生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不过说实在我第一次看极光是在挪威 但是我没有看到 所以不要以为看极光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后来我的团员他们就再约去黄刀镇 那一次我没有去 我没有去那个黄刀镇 黄刀镇看到极光的机会 其实听说是90%以上 就蛮高的 然后看极光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他拍照的时候 那个手一拿出来好动 然后要拍照的时候 相机就不动了 就不动了 好所以看极光真的是也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不过说实在我为什么没有去黄刀镇看极光 实在是因为太冷了 我真的蛮怕冷的 我不太怕热 但是我怕冷 所以下雪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不舒服 更何况是零下 如果10度20度 哇真的是很受不了 不过大家如果有去看那个赵大哥脸书的话 就会发现到说 哎哟人家在零下那个20度底下 他的气色其实是还这个极好的 极好的 红光满面的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健康 那他自己有讲 就说他跟他的太太 他的夫人 两姐 那么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呢 不管坐在飞机上面 这个很干燥 又或者在旅行的时候 在极冷的天气之下 也要保护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 所以呢 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这个理财生活通 跟我们保健食品日食一善 我们独家的这个团购呢 只剩倒数两天了 倒数两天了 赵大哥有讲嘛 本来我们的胶原蛋白 这个好漂亮 都是我们中广的女主持人 非常的疯狂的团购 因为除了自己吃 也会给妈妈吃啊 姐妹吃啊 然后像 我也会给我们家那个见外吃啊 虽然我会觉得就是 有点小小的舍不得 不过说实在 这一次团购的价格 真的是蛮好的 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一个季度 大概三个月的周期来购买 那你最好的方式 你就是每天喝 昨天我们的药室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空腹喝的话 这个效果会更好的 那像我自己有时候工作 那我当然放在包包里面 也蛮方便的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都要知道 这个胶原蛋白的足量 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胶原蛋白 否则你在里面 你根本不知道说 到底它有没有足够的一个分量 它的来源是什么 它的分子量好不好吸收 那我想品牌的建立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这个吃了 包括我自己在吃都觉得感觉很好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当然如果你觉得 觉得一个季度对你来讲 哎呀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那没关系 你也可以尝鲜一下 一包只有十盒 那最重要的就是有特别优惠的价格 之前的优惠价格并不好 我们主持人都已经买成一团了 对一盒有十包 一盒有十包 甚至我的好姐妹们 我都有帮他们订购 小玉律师 她很笨的 她不会煮饭的 我自己也是订了三个月的 然后我就直接给她两盒了 那当然杨贤英老师 我也跟她讲说 她平常给我吃这么多美食 我也要回馈她一些 好 那么现在有优惠 大家可以打我们中广的服务电话 0225005566 0225005566 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自己真的觉得没有欣慰 而且携带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一样 我也在跟大家重申 我自己不是很爱侵入型的一个医疗行为 我自己也没什么羞耻心的 但是所谓羞耻心就是 对于自己的这个容貌 觉得蛮有自信的 不太喜欢过度的去做一些医美 但适度的保养跟保健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那我自己觉得好的 就会分享 我除了会跟我的闺蜜啊 家人分享之外 也希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我觉得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 几乎我们天天都在空中相见的 好 这个好的 这个产品 那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话 那可以打我们中广的服务电话 0225005566 值得跟大家提醒一下 直到礼拜五 直到礼拜五 不要挤到最后 挤到最后了 好 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呢 在上半段有一些重要的国内外新闻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 那当然很多人还是很关注食安的问题啊 真的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一定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我们也希望这次食安的问题 赶快检验出来到底问题在哪里啊 昨天我们家还虚惊一场 我刚才跟费荣讲 我说我最爱的这个这个小侄女 跟我说哭哭 我上个月有去吃暴龄 我吓死了 我说还好还好 你给我好好这个活着 就是很紧张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导致中毒 我们待会 我想有没有新的讯息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新闻还是会锁定在比方说 碳费的问题 碳税的问题 上市会公司年报的问题 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讨论 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今天大家也要乖乖的来做笔记了 有人讲就说你要会赚钱 也要会花钱 可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最好的金钱分配策略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很多翻译的书 那么国外是怎么过的 西方是怎么过的 我们曾经也访问过很多旅游的节目 就有人讲就是 哦有钱了 我要去北极玩 我要去南极玩了 对不起 你要去的时候要体检 你体检的时候 你没过 你就不能去玩了 所以金钱的分配 跟你人生梦想的一个实践 应该怎么样求取一个平衡点 我们今天会花点时间 跟大家来谈一谈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 期待一下下楼 好 今天有一个新闻了 让大家觉得 哎呦 怎么越来越贵了 小箱一涨价就涨了6.2%了 这巴黎的售价 那其他的售价不就更贵了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啊 好 这个刚有跟大家分享啊 在巴黎如果你要买小箱包 什么是小箱包呢 我想很多女生都会知道 它是chanel 那大家都昵称是它是小箱了 那到巴黎去买 应该会相对的比在亚洲或其他地方买便宜啊 但是呢 直接直接在巴黎的售价呢 就涨了6.2% 本来它的售价呢 是9700块钱的欧元 涨到10300块钱了 所以突破万元大关了 那即便是大家认为 这个可能景气没那么好 或者是需求下滑 可是他们还是勇敢的把这个售价提高了 那当然香奈尔的发言人 也像布林布尔资讯有讲了 就是说 这个香奈尔 当然是根据成本的价格来调整售价的 那原物的价格跟生产的成本 在过去一年当中不断的上涨 所以必须调整精品店的一个价格 不过说实在的 这个香奈尔的这个主要的客群 当然都是超级的有钱人 所以景气好不好 所以对于超级有钱来讲 其实一点影响都没有 都没有的 好另外呢 就是天气了 今天我出门的时候 觉得好像要下雨 但后来到中广路上就没有 而且还有太阳还有出现太阳了 那今天的白天 这个东北季风急确是减弱的 减弱的 那马上就到月底了 然后就到四月份 清明的一个连续假期了 这连续假期 很多人就开始要忙着 扫墓啦 祭祖啦 这些活动 那就要提醒一下 就是天气的一个变化 那么大概在台中以南 那周日的午后到下个礼拜一 局部都有大雷雨发生的机会 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提早扫墓 像我们家也是想要提早在这个礼拜扫墓 所以我们就密切的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 就担心 就真的礼拜六礼拜天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气象预报 是比较这个下雨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目前我看到的资讯也是这样子 好 所以就是还是我妈聪明 我妈他们在上个礼拜就去扫墓了 天气非常非常的热 非常非常的热 不过他们在扫墓的时候 有发生一件事情 对让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就是我妈没有去 是我弟弟我妹妹 然后我们家的夏小姐 就我侄女 那么他们去扫墓 那扫墓的时候 有一些人都已经在那边扫墓了 然后他就发现到说 我爸爸的墓 然后在右前方还是左前方 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就右前方左前方开始有火苗了 火苗窜出的时候 那当然大人都会觉得说 我们有水 因为我们有准备有一些水 因为我们家的 我爸爸的墓是 我们都是子女自己在整理的 所以大概一年去整理一次 那当然你也可以请人家整理 来维护 但我们家兄弟姐妹都会认为说 自己整理就可以更能表达 对父亲的怀念 总之我们是自己整理的 所以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像我弟他们都要带 我妹都要带镰刀 去做整理 所以我们也会杯很多的水 去做一些清洁的动作 然后看到火苗的时候 你当然就想要把水去灌 就把他把它浇洗 可是这个时候 我弟弟这个女儿 就是我这个侄女呢 她是念电机的 她就说不可以 你有没有发现那边 为什么会有火苗 是不是因为太阳太大了 还有那边有一个 那个高压电在那边 她就说如果你走过去 你去冲水 把那个野草的那个苗 那个火苗浇灭的话 可能会触电 这我们都不知道啊 因为有电的地方 你再去浇水 你可能会触电 所以到最后 他们还是赶快打 给消防队 对打消防队 那因为那边定位 又不是很清楚 所以还要定位 那后来消防队找不到 还有打电话 然后我这个 我弟弟啊 小孩啊 然后还冲上去 把消防队员接回来 接下来 然后呢 接下来之后 消防队员还称赞他们 说对 这个时候你不能泼水 因为泼水的话 会引起大幅的 这个触电 然后会造成一些 对你可能想不到的 一个后果 所以你可能 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你要去灭火的时候 要看看这个火苗 是怎么来的 我们那时候就在 那个消防队就在判断说 是不是太阳太大 然后让这个野草就烧起来 又或者说 那扫墓的人 可能在走的时候 没有留意一些火苗 好 这个因为有电的关系 就要跟大家 先来做一个提醒了 好 另外就是电价 电价那么要涨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去抢什么 你知道吗 抢面包 因为大家都想说烘焙液 那用电会比较大一点 那面包会涨 可是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 你真的不用抢面包 面包当然最好吃 就是现吃 然后你放冰箱也不好吃 那照理说的话 面包 这个要保存的方式 就是你把它放冷冻 对冷冻 然后有一些欧式面包 你大概把它解冻到常温 就可以吃了 那如果你觉得常温不好吃 你可能微微的加热 就已经可以了 那你说吐司 你冷冻之后 你可能会做成法式吐司 或怎么样 加个蛋 今天要烤 可是说实在的 最好吃 还是当下那一口 所以不用去抢 不用去抢 那有人讲说 不得了 这个面包 他买了半条吐司 面包就已经500块了 以后面包吃得起 哎呦 这个不用抢 但是说实在的电费 已经造成了这个恐慌性的 一个通膨的心理了 我们现在还有看到 这个电视台跑马 就是说 哎 经济部有在考虑 哎 就是电费 电价的问题 就也不排除 也不排除 就是台电要吸收 那台电都已经亏损成这样的 你还能吸收吗 这是一个方式吗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方法 什么时候才能够去面对呢 好 我们的景气已经连两绿了 两绿了 这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偏向 积极乐观的讯息 好一点半了 看看台股的表现 那么台股目前是小跌的一个局面 不过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在两万点的状况之下 那大概都是一个狭幅整理的状况 所以个股的点放 个股的一个表现就会特别重要了 那你到底有没有买到 这个对的股票 那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好 今天的排名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我们要连线的是万宝投顾的执行长 赖建成赖执行长 执行长你好 云本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好 最近的观点就是指向了台积电没到空 现在看红海了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转变 好的 我想第一个就是未接点的问题 毕竟台积电之前因为法说的利多 各方面的一个拉升 确实让台积电出现一波急涨 从过完农历年以后 这一路的涨 那涨幅相当大的情况之下 面临到一些压力 而且呢 最近你在等待说 到底你第一季的财报是如何 所以呢 就有点观望的情况 另外一个呢 我们去观察 就是说 最近台积电的一个走势呢 可以看出来 外资的动作就稍微 稍微比较保守一点 没有那么积极 那主要原因是台币在贬值 那红海为什么那么强 因为这一段时间 他有没有涨到 只有最近才在涨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起涨点是在三月份哦 三月上旬的时候开始起涨 那之前呢 大盘涨的这个幅度相当的大 尤其今年一月以来 但是呢 红海根本就没有涨到 第一个 我也赚了那么多钱 为什么我本益比那么低 第二个来看的话 大家在讲伺服器 伺服器 AI伺服器我也有啊 我本来就有很大比重在伺服器身上 所以呢 在这个低位阶 低本一笔 高值利率的一些想象题材之下呢 股价就吸引到法人的一个买盘 刚好配合所谓的集团的拉伸呢 红海先涨了 其实整个红家军呢 确实在这一两个礼拜就非常的强劲 有点这个从台积电释出的资金呢 去寻找一些 机器比较偏低的个股 所以可以看出红海往上拉 今天除了红海之外呢 我刚才讲伺服器嘛 还有一张股票 今天创新高 叫广达 哦对对对广达 他又涨了 涨了20 涨了20 22块 对22块 涨在280 哇 他创新高 股价是突破前高了 对对 那为什么广达也这样 一样嘛 我们看这几天的新闻 除了我们总统赖金德先生 有去广达之外呢 第二个 就是GB200 就是NVIDIA的 未来呢 因为价格很高 可能就是广达会来做一个 组装出货的情况 那下半年开始出货 毛利率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呢 广达 这个今天 能够往上拉升呢 他给予一个现象说 一样是AI伺服器 那有鸿海 又有广达 那我们就想一下 明天下礼拜 是不是会整个AI伺服器 成绩一段时间之后 又开始卷土重来 就开始拉动一些比较的效应 你说 技嘉 音业达 伪创这些 伪影会不会也开始跟进 因为他们最近都有修正 这个如果他们能够上去的话 刚好接地 鸿海也涨很多了 那台积鸿又在休息 资金散出来之后 轮由这些 来做个轮动 那大盘稳定在2万点以上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一点 哦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到底 选股啦 大概不选市了 尾盘 跌下来 对啊 它为什么要压低了 第一个 我可以看到 在一些权重股方面 有一些调节的压力 还有一些高位阶的个股 今天都尾盘都有下杀 那我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啦 我刚才提到过 最近的外资的买盘呢 是比较偏空的 主要是台币在贬值 另外一个呢 大家都知道嘛 ETF要买很多嘛 这几天都要在买嘛 所以呢 有些高值率的个股呢 反倒是有被调节的一个动作 等于说 投信在买 外资在卖 就是说一来一往之间呢 就会造成说指数的动荡 昨天的动荡 今天的动荡 这几天的动荡 都是一样 所以呢 我想这种情况 可能要等到什么时候 明天结束以后 就是明天3月29号嘛 00940 最后一天的买盘嘛 那结束之后呢 等到进入4月份 可能才会回复到 正常的一个 这个稳定度 当然前提是国际股市 不要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啦 这个就 就会稍微出现 不会要每天 前几天还上下400点 对啊 这个心脏要够强啊 不然很多个股的 急拉还有急杀 其实风险性就蛮高的 嗯 它有礼拜一要挂牌嘛 对 下礼拜一 29号是最后一天买嘛 就是要把它买 该买的金额要买到 就是 木极的九成嘛 那 那为什么这两天都没有看到 就是有一些有动起来呢 成分股啊 什么的 有有 有急拉 盘中都有急拉 也会有破洞 有急杀 可能拉上去外市又到货 哦 这个就是要一买一卖之间 就成见动荡 昨天就很明显 但是它不会同一两个股 每天同时 持续性的拉 哦 对人说 哦 它会轮流 哦 会轮流 那这些成分股里面呢 明天当然是最后一天啦 会不会是盘中买 或还是最后五分钟 一起把它买满 我们就拭目以待啦 哦 哎 不过指引长 说实在 我觉得台股 当然进入两万点 这一个新高了 对 我觉得整个的一个 获利调节的 那个市场的波动 其实是蛮大的 对 就就就有赚 就就就跑市这样子吗 对 第一个 原本这几年当冲就很盛行 隔日冲也很盛行嘛 所以呢 大家越长越高 大家心里面 呃 就是担忧的情况 就越严重 所以呢 做的就越来越短 哦 而且呢 很多位阶点 我说实在的 都是在创新高 这些新高股票 又是热门的股票 那 那大家又想要去切入 哎 绝对没有 这个整理完之后 又往上拉 所以呢 大家就会 哎 有赚我就跑 就造成说 呃 这个波动性 比较大一点 那我觉得啦 哦 这个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想要切入热门的个股 如果它是强势股 也涨很多的 我还是认为说 你就偏短线操作就好 可能拿五日线 或十日均线 做一些 呃 这个 停损停利点 另外一个呢 你可以开始寻找 哪些产业是真的 机器还比较低的 没有大涨过的 就像我刚才 那就传产啊 对啊 很多传产 电子也有 你说双低 就没有什么涨过啊 哦 但是要他们开始 有转机性 哦 位阶点比较低 或者是一些 手机的零组件 哦 还没有动的 是不是在这边呢 哦 开始可以弯腰减黄金 就像我刚才前面讲 鸿海 当时没人要理他 长了动 不小心又长了五成了 对啊 所以呢 我觉得还开始寻找一些 呃 还没有反应的一些产业 呃 机器在低档的 或许会有一些 相对安全的 呃 这个 呃 安定感 而且未来 只要产业一旦好转 呃 爆发性也不可以小觑啊 哦 了解了解 好 非常谢谢我们指引长 跟大家做提醒跟分析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看到刚刚加权股价指数 已经收盘了 那么指数呢 是下跌的 由红翻黑的 下跌53.57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啊 我们刚刚跟大家来分析完这个台股了 指数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我们刚刚的啊 这个啊 台股的收盘加权股价指数呢 是到尾盘的时候 哇 由红翻黑 那么指数是收在 20146.55点 下跌53.57点 成交金额是4425.83亿元了 那台股现在在高档的一个 呃 这个位阶当中啊 那当然外资还是有持续嘛 一些电子金融啊 这些股票 那另外就是呃 台股说实在进入一个高档区了 所以有一些获利了结的一个呃 卖压其实也是蛮明显的 所以我们刚跟大家做这个台股的分析 已经有跟大家来提到了 呃 那呃 在这段呃 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是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两点钟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起来呃 呃 谈一谈了 就大家都会认为说 这人生就是要赚钱跟花钱 可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点 这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常看一些这个西方的书籍啊 呃 呃 国内啊 理财书非常非常多 呃 投资的书也很多啊 可是西方其实更多 那台湾都会引进一些呃 这个书 我有时候也会看一看 那看一看之后 我就会觉得说 呃 这个呃 东西方对于这个呃 理财的态度 生活的样貌 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哈 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们会试着啊 跟大家呃 慢慢的来谈一谈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借用一些 这个啊 这个西方那翻译的一个呃 投资啊 理财的书 有时候会借用一些我们国内的一些啊 这个观点 然后一起来讨论一下 总之我觉得人生最重要就是你在赚钱 花钱当中 你怎么去取得那个平衡点 好 那个平衡点 好 我们两点钟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呃 锁定一下 好 我们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好 我们再度看到金管会 有提醒投资人 说呢 ETF啊 就不是定存的替代商品 那你必须要留意一些风险 因为这个ETF真的太热了 真的太热了 因为呃 台股就供了两万点 那指数大概一直创新高 所以热钱也就涌入了 那更精准的说法 这一波两万点是谁造成的呢 散户造成的 散户就买了ETF ETF就拱这些成分股 哇 就拱到两万点 而且呢 这个啊 下不去了 因为为什么呢 ETF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资金会进来 动不动都是这个百亿千亿级的 那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钱就是股市的活水源头 有钱股市一定会涨 好 所以啊 我记得在国际上也有很多的投资大师 教大家看 就是说 哎 现在到底是呃 投资人有股票的人多 还是有钱的人多 有股票的人多 那股市会涨还是会跌呢 每个人都有股票 会涨还会跌 会跌 因为大家都想卖嘛 可是如果说每个人都有钱 那你觉得股市会涨还是会跌呢 那就会涨了 因为大家都会拿着钱赶快去买 那现在这些钱是谁 是这些钱给了投信的ETF 让ETF再去买 好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 哦 这个股市为什么欲小不易 这边是这样的一个关键 好 那当然ETF啊 有很多人解了定存那么去买 那也有人告诉我说 ETF应该是蛮稳的 蛮稳的 我我昨天才在跟一个 呃 就是因为他非常小啦 他都要叫我干妈了 你就知道他年纪很小 他大概不到30岁 不过的确他也开始在 呃 理解一下这个投资的商品了 那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ETF 那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当然我就叫他去 Google一下这个基金 然后股票跟ETF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你自己去Google 你自己去查证 你就会知道 那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ETF 我就想想看 我说你看干妈 有时候啊 对不对 我得穿个球鞋 但如果说 呃 我有活动要主持的时候 那我得穿高跟鞋啊 那你说高跟鞋好不好 不好 因为我有拇指外翻的问题 长期穿高跟鞋 有拇指外翻的问题 所以我如果再穿高跟鞋 穿的很久 就会很痛 那有时候我觉得市场上啊 会有一些行销的做法 他就会故意让你告诉你说 高跟鞋跟球鞋的好处 就告你高跟鞋不好 他对于这个你的 呃 这个呃 你的指 这个拇指啊 会有一些压迫啦 或者是造成你的这个呃 足弓啦 过度的一个呃 扭曲 然后让你的这个站立会非常的辛苦 这的确啦 我就穿高跟鞋 就是你要呃 碰到这些问题 可是你有这些场合 你还是必须要有 可是他就会拿你的呃 高跟鞋跟你的球鞋比 就像说 哦 你看球鞋很宽松啊 球鞋都可以走啊 球鞋可以泡啊 可以跳可以怎样 也就是每一个人 我们不能够说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他是用这个行销来洗你的脑 还是用知识来跟你做一些分享 跟介绍 说实在的 任何的商品 我都倾向于后者 我希望大家就先了解 不管是金融商品 或吃到肚子的东西 你一定要先了解 好 理解了 然后你再去做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被别人选择 你赶快去买 你赶快去买 你买不到 我给你讲 这个好了 这比定存好了 我给你讲 这买了就不会错 因为像我刚讲过 我那年轻的这个小朋友 他就跟我说 我所有的朋友都叫我赶快去买 而且不买会买不到 我说怎么会买不到呢 他又不是封闭型的一个基金 他未来就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股票市场上 一样挂牌的 你每天只要交易所 有开门的时间 你都可以买 所以对于年轻人 还没有去买的 我都会说不急 不急 也许你等到 他上市一段时间之后 那么他有一些 比方说这个成分股 你是认同的 又或者他的指数 你是觉得OK的 你再去买都不急 你不用说 我买在起跑点 我一定赚的 所以先了解商品 这件事情 很重要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 我真的觉得 高息的 并不适合他们 所以我也很直接 这样跟他们讲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是一个 准备退休族的 或者你已经退休的 就很多人告诉我说 拜托 我现在就是钱不够 那我又一笔钱 我放在银行定存 我也觉得没什么利息 那如果说 我去买一个高息的 我起码我每个月 除了我的劳保劳退之外 那我还可以有一笔钱进来 那非常好 那非常好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 还你买的产品到底是什么 好 这个ETF的价格 会随着成分股变动而涨跌的 很多人以为说 就像我那年轻朋友告诉我说 那阿姨那么多 去买 那股价一定会涨啊 我说那不是啊 他就不是这样的一个 组成的形态 他是看你的成分股的涨跌 来决定他的涨跌 所以显然他都不懂 但是朋友叫他去买 他就一定去买 好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了 当然最热的还是ETF 很多人都会 我以为 但事实上跟你以为的不是 所以你不能够说我以为 你要是你确定的知道 这很重要 就像我刚跟大家讲过了 很多年轻人以为 我买了这么多的 我买了ETF 因为那么多人去买 所以ETF一定会涨 那当然不是啊 他是跟着指数的一个变化 跟成分股的变化 来会有涨跌的 那另外 当然你看到你的ETF涨了 那你就会很高兴 可是你要知道 他是不是溢价了 也就是他的成分股没涨 那你又高出这么大的价格 要不然就是成分股涨上来 要不然就是你回跌下去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如果说溢价在收敛的时候 就溢价跌下来的时候 你当然会亏损 你当然会亏损 好那另外就是高配息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高配息 我怎么配息给你啊 我一定要频繁的交易嘛 那我交易要不要成本 要嘛 这个叫摩擦成本 那这个成本是谁付 你付嘛 那因为有太多的细节 大家不知道 所以我看媒体 其实也有在讲 我觉得有一些投信 也有在讲 也就是法人都有在讲 就是说这一个月当中 有很多的ETF都在募集 大家也有人讲说 这个好那个不好 听说投信之间 也会互相攻击 说那个好跟那个不好 就像我刚刚讲过 有穿皮鞋的 有穿球鞋的 也有穿那种便鞋的 有穿走路鞋的 那你就要看你自己的需求 是怎样 是怎样 如果你都不清楚 你就说你看 那个皮鞋不好了 那个走路鞋不好了 球鞋才是最好 可是说实在的 大部分的这个球鞋 你要看你自己穿的习不习惯 对不对 你自己的脚型合不合适 这很关键 我们再来讲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很多人会以为 我今天买了这个高配息的 就是我保有的本金的前提 我另外拿到一笔钱 你懂我意思吗 你就觉得8%10% 我今天有100万 对不对 那我本金是不变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有存款的利息 我有ETF的配息 所以我的配息率这么高 不是 不是 因为有一些钱 有可能会配到你的本金 有可能 所以ETF的配息 是你除完习之后 你要填习 你填习之后 你真的可以领到 所以为什么有人讲说 我过去领了我的习 然后我赔了我的本金 所以我刚讲的最重要 大家一定要看 就有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说 你这节目是不是 以前 以前当然有讲说 你这节目是不是有制入 我们要是制入的话 对不起 我们下面都会告诉你 这个节目制入 然后冠名 但我觉得我最重要关键点在哪里 我虽然是制入 但我没有叫你 一直要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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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供的都是资讯给大家 也就是说 所有的资讯 一定要让大家清楚 它的成分股到底是什么 你到底适不适合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行销 更不告诉你 它根本也不跟你灌名 它根本就用一些网红 然后就告诉你说 这个很好 我都是这样买的 然后我就可以赚多少钱 然后我就可以怎样了 你完全看不出来的 一个制入 那才可怕 那才可怕 那最重要的一点 就在于说 没有稳赚不赔的 没有稳赚不赔的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都是多头 也就是我们看到房子 说实在的 这十年 二十年 都是大多头 所以很多年轻人 也会觉得 我就咬了牙去买好了 买了以后房子 我从来没有听过 会赔钱的 但说实在 在二十年之前 我一个小学妹 就真的买在一个 这个以前 严秉丽每次讲的一句话 就是五只减两只 大家就知道哪里了 她买的房子才买 这个 我记得她买 一百九十几万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超过两百万 你知道最后 卖掉卖多少钱吗 卖八十几万 对对 你有没有赔钱 当然有啊 前面的一不见了 那个一百多万不见了 所以市场你有时候 为什么我们说 要敬畏市场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市场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政治的 经济的 总体经济的 个体的 经济的 社会的 动荡的 这个氛围 都会影响的 所以不是只有 股市一直会涨 也没有房市 是一直会涨的 那你一定要很清楚的 知道 就是说 高配息的 你要填息之后 你难够领到 那如果说 今天市场往下 这个整理 往下跌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赚了 你的利息 可是你会赔到 你的本金 好 所以 有一些 当然景语 我们大概都会 不去看嘛 就觉得这景语 干嘛讲 什么投资一定要 我风险认同 一定要什么 你都不会去看 但是你下次 在投资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 这个基金 或者是 他是什么选择的 那他的选股逻辑 你认不认同 又或者这ETF 他配的指数到底是什么指数的 所以我觉得林辰逸讲了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如果你今天选了一档基金 那你就要记得基金记你的名字 你就骂他就好了 因为是他敲的不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买的是一档ETF 但万一下跌的时候 你要骂谁 你骂你自己 因为你在选择这档ETF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就是你只能跟着指数走 他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改变 所以选择了这个成分股 跟选择指数很重要 也就是说 你今天买了排骨便当 你就不能够去换鸡腿便当 因为当时的选择 是不能够更改的 好 我们希望节目当中 都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 正确的资讯 让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更能够符合自己的一个需求了 好 我们来听说好听的歌 缓和一下我们的心情 两点钟好好来谈一谈 我们金钱跟生活的一个平衡 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决策 我们的心情